甘荒弦回覆 小孩已经挑食 最富体制新观念 我常跟我的小孩在 因为他常常什么东西都不吃 然后只吃 那像遇到这种挑食的小孩 我要怎么办 每次碰到这种挑食问题 一定就会有很厉害的妈妈说 我们都把食物改变形状 藏在其他的食材里面 真是没错 如果你小孩年纪很小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常忍之急 因为毕竟这个孩子渐渐要长大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学龄后 或者是可能我觉得在四五岁以后 已经可沟通了 你就不需要再特别帮他做食物 这是第一点 应该就是大人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那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表达 但我不会再特地为你准备食物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不强迫说孩子 非得吃那个食物不可 你可以在同一类型的淀粉池里面 特别挑选一些 我觉得他稍微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他不喜欢饭铁洋面 他不喜欢地瓜子 马铃薯 那蛋白质有鱼有蛋有肉 他总是有喜欢其中一种 那青菜水果这些都可以选择 在这些同样的内容的营养素里面 我们选择稍微他比较不讨厌的 我觉得是没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 很多专家都会跟我们讲说 你如果让孩子参与到做饭的过程 或买菜的过程 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的挑剔了 了解 那最后一个就是允许我们孩子 在那个他不喜欢的食物里面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加肉酥啊 我可不可以加把它包在什么里面 就是他有一些他自己发明的吃法 那虽然弄得有点语心啊 或是搞得到错了 那如果西瓜配番茄酱呢 如果他想要的话 如果他觉得那是他可接受的方式 那对我们来讲 OK 至少你有愿意尝试 而且你有想方法 我觉得就是值得鼓励的 好吧 搞不好会有新滋味 因为听说小黄瓜配蜂蜜 会有哈密瓜的味道 试试吧